西汉怀银红韩信被誉为兵仙 然而韩信的结局却很不好 为什么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呢 其实从韩信三次对待吃饭的态度 我们就可以一回端倪 司马迁说韩信啊 年轻的时候贫无形 贫就是贫 无形呢就是行为不检点 不懂人情事故 为什么这么说韩信 有两件小事可以印证 一件事是说韩信曾经多次前往当地一个小历 下乡南昌亭长处吃闲饭 接连数月亭长的棋子就开始嫌弃他 然后呢提前做好早饭 端到内室的床上去吃 到了该开饭的饭点了 韩信也去了 结果呢没给他准备饭菜 韩信终于明白了 人家这是不想让自己吃了 一弄之下就再也不去 还有一件事也与韩信的乘吃行为有关 韩信没有谋生的手段 他就在城下钓鱼 有几位嫖母呀 嫖喜衣物 其中一位嫖母呢 看见韩信 爱一个恶尸鬼的样子 就动了一彻影 就拿出自己准备的饭 都给韩信吃 一连十几天都如此 韩信呢 很高兴呀 对那位嫖母就讲 我将来一定要重重地 报答你老人家 结果没想到 嫖母果然大怒 很生气 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 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 才给你饭吃 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 俗话说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饿的话 我们都可以想到 一个洗衣物的大妈 她每天能带多少干粮 大妈于心不仁 与韩信分而失之 而韩信呢 一连十几天坦然受之 她只想到自己 完全没有考虑 干这重体力活的嫖母 这十几天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结果韩信还舔着脸说 日后要回报嫖母 难怪要被嫖母抢败一番 这么一个到处 蹭出蹭喝的人 我们说 当然不招人待见 这就是韩信呀 给人造成了无形的印象 韩信呀 非常清高 当他被改封为怀银猴之后 他羞于和自己 过去的老部下 周伯 冠英等 列侯为武 有一次啊 他实在显得不聊 溜达着去了 武阳侯樊 樊快家 樊快呢 仍然以对待楚王 和大将军的礼仪 跪拜送迎 言必自称城 说大王您 肯来围城的府上 那意思就是感到莫大的忠荣啊 毕恭毕敬地招待韩信 结果韩信出门之后 却自嘲地笑着说 我这辈子居然和樊快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了 我们说这个说法就让人真的很无语了 就以他对待樊快的态度来讲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谁愿意跟这么一位自我感觉良好 又瞧起别人的人交朋友呢 韩信虽然不能体察一范真 嫖母的难处 也不能接受樊快 毕恭毕敬地 盛情招待 但却不能说 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们都知道 知恩图报是一种美德 韩信也不是不懂知恩图报 只不过是他呀 有时候不想懂 所以司马光在《自治通鉴》中 一争见血地指出 信与世锦之治利其生 而以弑君子之心妄于人 不亦难哉 意思就是说 韩信这个人 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而要求他人宽宽大量 别和自己斤斤计较 这不就太难了吗